哈囉,歡迎來到地平線的頻道 這部影片要來教大家使用一個非常實用的電腦功能 Windows內建的遠端桌面 一般講到遠端桌面,通常都是想到聽Fewer之類的程式 比較少人知道Windows早在XP時代以前就內建了 我會想介紹它是因為畢竟是微軟自家的程式 功能比其他第三方程式多,用起來也比較穩 話雖如此,它的設置難度卻比較高 不像其他程式安裝完就能用了 因為它必須讓電腦根據您給的網路位置去連線 中間沒有伺服器輔助 而現在電腦通常都是利用IP分享器連線的 如果直接打外部位置,它就只會找到分享器 而不會找到存在於該位置後的電腦 至於要怎麼設定,事不宜遲,馬上開始教學吧 這裡以中華電信製PPPOE固網來示範 其他第四台網路等,則因環境不盡相同而不示範 不過目的都是一樣的 就是讓外部裝置能通過IP分享器與目標電腦建立 遠端桌面連線 至於使用固定IP的觀眾 都會用固定IP的應該不需要教吧 首先最重要的一點 您電腦的Windows版本必須為專業版以上 加右版以下是沒有這個功能的 至於如何不重灌改版本網路上有教 不過不太確定現在還能用 如果不行的話,只能靠第三方程式或重灌來用遠端桌面了 如果可以,升上來也會是功能殘缺的版本 需要靠以下方法修復 首先,到微軟官網下載立即下載工具 連結我會放在說明欄裡 下載後打開它,接受條款並選立即升級此電腦 這樣它就會去抓一套新的作業系統換掉舊的可能壞掉的 並且所有誠實檔案都會在 不會像重灌那樣整個重來 對了,更改Windows版本將使您需要重新啟用授權認證 而且您的使用者帳號必須要設密碼 這是由於遠端連線實密碼不能輸入空白導致的 設密碼的教學網路上都有 這裡就不贅述 接下來要開啟遠端連線功能 這個功能預設是關閉的 需要手動打開 打開檔案總管 在本機上按右鍵 選內容 點開遠端設定 下面這個預設應該是不允許的 我們需要把允許點開 再來要把電腦的自動休眠關掉 這樣遠端連線電腦時才不會因為電腦在休眠而無法連線 首先點開開始功能表 按左下角的齒輪 再選系統 電源與睡眠 然後把睡眠改成永部 這樣電腦就不會進入睡眠狀態了 也就可以隨時遠端連線上它 接下來請確定你的電腦是如何連接之網路的 1. 直接與中華電信置設備連接 2. 透過自家路由器連接 分別是用以上方法 其中軟波是懶人法 因為它通用於列出的兩種環境 而且設定只要打個字就好了 缺點是每次開機都要重新連接 也經常莫名斷線 雖然網路上有開機自動連線的方法 但我沒成功過 不知道是不是改掉了 而硬波就比較穩定了 就算斷了路由器也會自己連回去 但設定對電腦小白不友善 光是進路由器管理頁面 就一堆人不會 所以我們先從軟波開始吧 首先 請準備好中華電信 HINET 帳號密碼 就是申請中華雇網實辦的帳號 通常會寫在一張卡片上 如果不知道就問問家人或房東吧 路由器有設定的話也能進去查 接著打開網路和網際網路設定 選撥號 設定新連線 連線到網際網路 仍然設定新連線 寬屏 在這裡把剛剛提到的帳號密碼打進去 連線名稱可以自己取 完成後按連線 這個時候它應該就會自己連上了 之後要連的時候選擇連線即可 支持軟波就算設定完成了 接下來是硬體撥號 這部分要進路由器管理頁面操作 首先 我們需要確認路由器的區網IP位置 以及自己的區網IPv4位置 在左下角的開始功能鍵按右鍵 選擇Windows PowerShell 系統管理源 輸入IP-CONFIG-CONG-ALL 然後按Enter 找到預設罰到 按IPv4位置 並記好這兩串數字 接著打開瀏覽器 輸入剛剛那串預設罰到 就可以進到路由器的管理頁面 這裡以手邊的D-Link DIR842來示範如何設定 其他機器也都會有以下示範的功能 不過功能分類位置和選項名稱可能會不同 需要自行找一下 預設帳號密碼通常是 User-User-Admin-Admin 如果都不對就查查說明書 或是上網看官方文件來取得預設帳密 如果發現不是預設帳密 或是查不到 可以問問當初設定路由器的人 從此整台路由器雖然能恢復成預設帳密 但要確保有辦法設定回來 如果真的沒辦法就改用軟體撥號吧 進來管理頁面後 我們要先設定路由器對外的連線方式 選擇網際網路設定 連線方式選PPPOE 然後輸入HINET帳號密碼 如果它原本就是以PPPOE方式連線 則可跳過此步驟 如果路由器有下面那個重新連線模式 記得選擇一直打開不然會斷線 接下來要設定電腦的區網IP位置 平常電腦的區網IP位置都是路由器自動給的 會隨著時間變化 我們需要把它固定住 以使用後面要用的虛擬伺服器功能 各家路由器設定區網IP的操作大不相同 為了教學方便就不在路由器那邊設定 而改用電腦的控制台 首先打開網路和網際網路設定 選下面的網路和共用中心 也可以從控制台開 變更介面卡設定 再以太網路上按右鍵 選內容 網際網路通訊協定第四版 再選內容 這樣就進到區網IPv4設置頁面了 IP位置打之前記下的那串IPv4位置 直網路遮罩系統會自動打好 預設發到也打之前記下的那串 DNS伺服器不懂的話打8.8.8.8和1.1.1.1即可 接著按確定區網IP設置就算完成了 接下來要設定虛擬伺服器 這部分是要讓外部裝置能夠連線到位於路由器後面的電腦 而不會被擋下來 網路上通常都是教用DMZ 但這樣會把所有通訊部都對外開放 相當於讓整台電腦在外面裸奔而少了一層防護 整體來說比較危險 而且DMZ一個路由器只能設定給一台裝置 不像虛擬伺服器一次可以設定複數個 如果要同時操控一個區網內兩台以上的遠端電腦會非常方便 回到路由器的設定畫面 並打開虛擬伺服器的設定頁面 這項設定各家路由器的名稱都差不多 應該不難找 新增規則 名稱隨便取 自己看得懂即可 區域IP一樣打之前記下的那串IPV4位置 通訊協定選兩者皆是 TCP和UDP都選的意思 外部內部連接部都是3389 如果有排程選項就選一直開啟 打完按確定儲存 至此應播就設定完成了 再來則是設定網域名稱 我們在連線遠端電腦時 都要輸入目標電腦的外部IP 但那串數字不僅不好記 還會隨著時間變化 藉由設定它 可以改成輸入網域名稱來取代難記的IP 還不用隨時確認電腦的外部IP有沒有更動 設定網域名稱的方法有很多種 有些路由器甚至可以一鍵完成 不過這邊教大家使用NoIP 它最大的特點就是免費 網域使用期限到了再去網站上去就好 很適合輕度使用者 我們進到它的官網 連結我會放在說明欄裡 首先要申請一個帳號 點開右上角的Sign Up 這邊輸入一些資料 然後把這個打勾 這個可以讓你等一下再註冊網域名稱 倒數第二個勾是使用者條款 最後一個是要不要讓它寄一些電子報給你 不要就取消 之後可以更改 打完按右下角的Free Sign Up 可能要認證電子郵件之類的 之後就可以登入了 回到一開始的頁面 按右上角的Login來登入 這裡輸入剛剛申請的帳號密碼 進來之後就可以看到它的控制頁面 我們點開這裡 就可以管理之前註冊的網域 再點開這個就可以註冊網域了 名稱隨便取 自己記得起來即可 注意名稱不能和已經被註冊的重複 其他的都不用動 直接按右下角的Create Host Name 這樣網域就註冊完成了 注意免費帳號最多只能同時註冊三個網域名稱 而且每30天就會過期 需要手動序 網域名稱過期前一天系統會自動寄電子郵件提醒要過期了 直接把電子郵件打開 裡面會有個紅色按鈕 點開就會來到這個網頁 再按下這顆按鈕就可以去30天了 或是在剛剛管理網域的地方也能去 註冊完網域後需要安裝它的程式 點開這裡 再按Download Duc 就可以把安裝檔下載下來 點開安裝檔後再按照畫面操作 注意下面這個框要打勾 按下完成後來到登錄畫面 輸入帳號密碼 登錄後這邊把剛剛註冊的網域打勾 再按Save 接著點開這裡 把這個勾打開 恭喜您 設定完成了 這個Duc視創之後跳出來都可以直接關掉沒關係 接下來則是如何遠段連線置電腦的教學 電腦和手機都可以用 就和市面上大部分的遠段程式一樣 我們先從電腦開始吧 首先打開開始功能表 在Windows附屬應用程式裡面找到遠段桌面連線 打開後可以看到各項設定 其中我覺得剪貼布是最實用的 因為兩台電腦可以互相複製貼上 就連複製檔案也行 這邊的各項設定一般是不需要動的 如果有需要再來調 電腦名稱的欄位打上之前在NoIP註冊的網域名稱 使用者名稱如果要連線的電腦是用本地帳戶就照常打 如果是用Microsoft帳號就打Microsoft帳號 通常會是一個email地址 打完之後按連線並輸入密碼 再來應該會跳出這個頁面 這裡按4就可以連線了 如果不想每次連線都看到這個視窗 就把下面不要再詢問的框框打勾 如果看到那台電腦的畫面就代表成功連線了 注意連線時那台電腦會登出 並回到鎖定畫面 所以其實電腦那邊的人看不到您的操作畫面 如果有別人登入或連線的話 遠端連線會中斷 接下來是手機的部分 需要先去下載遠端連線程式 下載連結我會放在下方說明欄 由於安卓和iOS的操作都一樣 所以這裡只演示其中一種的操作方法 程式下載下來後打開 按左上角的三個點 選設定 可以看到這裡也有些設定能調 建議根據手機螢幕和網路品質調整一下顯示解析度 設定完成後按右上角的加號 新增電腦 上面電腦名稱的操作和前面電腦連線電腦的教學一樣 使用者帳戶可以先新增一個 打上要連線支電腦的帳號密碼即可 就不用每次連線時都要重打 注意這裡雖然寫密碼是選田的 但現在2020實測不輸入密碼依然會爆錯而無法連線 所以為什麼影片一開始會說使用者帳號必須設密碼 下面的剪貼簿打開 手機和電腦就能同步剪貼簿 兩邊可以互相複製貼上 儲存空間打開就可以在電腦的檔案總管中找到手機的儲存空間或遠端程式提供的資料夾 這個功能可以讓手機和電腦互傳檔案 調整完後按儲存就可以看到多了個大方框 點開就可以連線了 有個功能一定要介紹 就是這強大的鍵盤幾乎什麼按鍵都有 電腦上常用的快捷鍵都能用 更多功能就讓大家自行探索吧 歡迎使用保證方便 這部教學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如果有注意畫面右下角的日期 可以發現這部影片其實從兩個月前就開始做了 但整個七月社區不是在挖路就是裝潢 連晚上都有狗叫通宵 根本不太能幫影片配音 好不容易安靜了 實際配音也有困難 由於現在是夏天 家裡就算晚上室溫也是31度起跳 白天只要超過30秒沒吹電風扇就會開始飆汗 導致每配一句話就要停下再繼續 家裡又規定除了睡覺不能開冷氣 弄影片的阻力真是相當大 感謝您的觀看 喜歡的話請幫我按個讚還有訂閱 順道一提99.5%的人看我影片都沒有訂閱 所以拜託請順手按一下 如果這部影片來觀看破萬 我再來拍影片教大家如何在同一區網下同時設定多台遠端電腦 以及這個設定方法在其他方面的應用 沒錯 稍微改下這部影片的設定步驟就可以做到其他事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